《人民文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子 在我最绝望无助时 我都没有依靠过任何人 能接触的也只有我自己 他受到了那么多挫折 痛苦 他最后自己救出了自己 然后把自己拉上岸了 我们拍了六个月 这是沙青最后一天的时候 还有点难走出来 我是一个对自己所有决定 不会后悔的人 而且我也会觉得 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 我曾经有过 因为就是大家对你期望太高了 然后你就会有一点害怕 甚至退缩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 你得让自己想开一点 因为现在就是人生无常 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你会去干嘛 就努力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我觉得 努力自保 独人相依 无处可去 我愿意一辈子 只作为小人 不过长相思 他对我比较特殊的是因为 他在十年前的时候 13年14年他找过我 但他们当时让我演的是小阿念 因为我那时候还小朋友 结果那个戏后来就没有拍成 19年又递给我了这个小说 说要开拍了 结果就到去年的时候才正式开拍 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明明注定 小妖就是痛苦 救赎 自由自在 我觉得是 她受到了那么多挫折 痛苦 她最后自己救赎了自己 然后把自己拉上岸了 就大家可能光看这个设置 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 四个男生追女生的爱情戏吗 但其实内核不是这样的 小妖没有靠过任何人 甚至好像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 很多人都爱她 这四个男生都爱她 但实际可能在关键时刻 身边的所有人都可以第一个抛弃她 但是她自己治愈了自己 这个其实是我最欣赏 然后也最佩服的地方 我觉得只要你理解她 跟着她的角色走 你也理解她做的每一个决定 其实是我会带入的 所以我很心疼她 哥哥 我是小妖 哥哥 再忍一忍就好了 就是我跟我哥哥在凤凰林那场 我要毒死她的那一场戏 我们当时拍了一天 从早拍到晚 然后到最后其实是 就没有办法控制的 然后我就哭了一整天 脑子里好像全都是跟小说里的那个情节一一兑现了 我们拍了六个月 时间又很长 就是沙青最后一天的时候 还有点难走出来 我倒是没想过说这个戏一定结果要怎么样 但我就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我的进步吧 关于角色理解跟演技方面的一些进步 我是一个对自己所有决定不会后悔的人 而且我也会觉得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 我画的就是逐步向上 每一年都在进步吧 慢慢地进步我觉得 如此出现就是我第一次演主角嘛 但什么都不懂 《笑装密室》就是感觉好多明星啊 好厉害 那时候见到了宁静老师 还有马鼎涛老师 刘德凯老师 当时就觉得太牛了这些人 而且他们在化妆的时候 我跟几个小朋友就在那偷看 说那个是宁静 不对 那个是 然后说舒畅是哪个 就是每天好像在现场就是去看明星的 《家有儿女》就是这个是让大家 第一次真正认识我的一个戏 我那时候才小学 然后我演高中生 就是大段台词 我有时候背不下来 我不明白那个词的意思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中午大家在吃饭 我觉得我没脸吃饭 我就抱着一块西瓜在那个后面当鞦韆哭 然后我爸就在旁边安慰我 我就跟我爸说 估计他们要把我换掉了 一直在哭 我爸说你不要这么想 我说我完了 我在那 后来他们就鼓励我 我就会哭得更惨 我记得就刚开机的时候天天哭 接着就《战长沙》 战长沙算是我的一个 让大家第一次就是觉得我演技好像还不错的一个戏 第一次让大家觉得说 我好像有更多可能性的一个戏 就是我们胡家的那个小院 那个地方横店我有时候还路过还老去看了 就各种戏趣都会给它变景 但是我一下就能认出来 我觉得《欢乐送》是真正除了《家儿女》第二次让大家 就是再入大家的眼睛里面说 这个小朋友长大了的一个戏 因为那个戏当年算是爆款吧 我演的《邱莹莹》虽然人设不是太讨戏 但最起码让大家又再次认识了我 其实相秘就是破圈的第一个戏 让大家觉得我除了演那些戏以外 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接着就是亲爱的热爱的 好像命运很眷顾我 一步一步在那几年让大家就是每天都看到我 当时去演是因为我爸爸是消防员 导演跟我讲完我说好啊好啊 那我就去演 他跟我说角色不多 我说没关系去学习嘛 然后结果拍完以后 好像大家很多人喜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运气吧 《女心理事》就是大家 就是会给我定义的是 它要转型了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就是看到了一个我喜欢的剧本 我去演 我就看很多人就说 它的转型之作 杨子什么什么代表之作 我都会想哪有那么夸张 我就演一个戏而已 会啊 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嘛 其实你就是长着这个样子 然后你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尽可能的 其实有在努力给他们区分 我只能是慢慢扩张我的舒适权 而不是说我为了让大家证明我好厉害 我一下跳出去演一个很奇怪的角色 所以我就希望慢慢慢慢 虽然年纪的变化 然后自己多多的尝试 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会更好的 我没有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演电影电视剧 正剧 古装剧 古偶剧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大家一提到古偶剧 好像就会觉得说 怎么回事 但我是觉得 你要真能把古偶剧演好了 才是你的厉害了 因为真的很难演 你要对着绿幕 没有人在哭 你要自己一个人演 甚至你有很多特效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感情连续的 所以我会觉得能够把 仙侠 古偶 演好 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 我内心并没有什么证据 偶像剧之分 我只是觉得 我要把每个角色演好 我以前会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想解释解释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你这个解释是没用的 还有就是这样 你想通了很多事 你身为一个艺人演员 这都是非常你应该接受的 比如说 大家对你的看法评论 你身为艺人 你就是这是你的一个义务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你想受了那么多光彩 荣誉的事情 你为什么忍受不了 大家对你的诋毁 或者一些不喜欢你的人 我觉得就人生都是公平的 但如果你连那些不好一面 都无法面对的话 我觉得那些荣誉 也是不值得你得的 我心里还是想的还挺清楚的 就是此刻的喜欢 不代表大家永远喜欢你 此刻的谩骂 不代表大家永远谩骂你 但是只要你认真去做自己的工作 然后你用作品来告诉大家 你是有在认真的演戏 让大家看到你的态度 相信有一天 大家还会重新喜欢上你的 没有没有 小的时候会有 现在没有了 因为现在就是人生无常 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你会去干嘛 你怎么能够知道你五年 你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你怎么能知道 这几个戏是怎么样的结果 就是人生就是有意思 就是你不知道你第二天会干嘛 就努力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我觉得 不然会自己会累死吧 每天想这么多东西 我去长春参加一个活动 一个女孩 她的妈妈带着她来参加活动 然后妈妈就说 我们全家人都特别支持 她追你 她妈妈带着她追星 然后说 那你能不能跟她说一句 让她好好学习 那一刻就会觉得 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应该给大家带来的东西 能量是什么 甚至你应该告诉他们 什么是正确的一些观念 然后以身作则 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真挺重要的 因为当你看到那么多小朋友 喜欢你 他们会跟着你学 你身上的三观 然后你身上所做的事情 他们会觉得说 我要跟着你一起去学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社会责任吧 对 我希望大家从我身上 他们看到是 我很勇敢 然后我很努力 然后对我的工作 我很敬爱 我觉得这个就是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现在 大家不再从第一集看你 比如开播以后 我们只看一个营销号 发的一个动图 比如就是哭 哭就是这个事情 我知道大家都是在说什么 五官乱飞 但其实他们只是通过一张你的动图 就说你又在五官乱飞 但是我完全不相信 比如说遇到极大痛苦的事情 你可以没有表情地哭 这个就是会让我在演戏的时候 我会在想说 我要保持我的美 还是说我当下应该演一些痛苦的表情的时候 我不要注意我的表情 就是我觉得后来 我就想说 大家拍戏不是给那些动图或营销好好看的 我觉得会有真正的观众朋友们 他们会想去认真的去看你演戏 他们也会知道你在努力